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4年10月24日,星期四拍片,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動分析 首先看看恒子今天走勢,看見恒子今天低開了,然後他有些反彈上去日線的5MA,但在上面就有固執,中午收市就跌了205點 暫時覺得他最上的MA就是13MA,就是這一條,看見他的趨勢是向下的,在壓下來 如果沒有站穩這條MA,應該也像是會繼續走勢向下 因為他之前收過在那條21MA下面,所以他有機會去試下一條MA,就是34MA,19500多 暫時就覺得數浪呢,就有機會去C的,看到4小事圖 A就做了,B也在這些位置做了,接著走C1,C2,進入C3,C4,C5 先踉到這個位置比A4大,完全是完全完全沒有 不要緊,這樣才完成整個條 modelling,再去看魔法 暫時當然現在就是 這個看法 看看綵是這個書籽,來看4小事圖的走勢 A,B,C1,C2,C3,C4,C5 A,B,C1,C3,C3,C3,A,B,C1,A,B,C domestic A,B,C,C3,C3,A3,A,B,C1,A世間 就是音竹,然後是羊竹 看到現在正在轉音竹 所以這個是3,下跌的是小三浪 3,4,5,扣成A 然後反彈B,然後再走C 這個A,B,C加起來就是C3 這裡上去,A,B,C,這個是C2 前面下來了,A,B,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是之前的反彈B浪三角形的終點位置 所以這裡下來了應該是A,B,C,這個是C1 因為它一浪是A,B,C結構,所以就 估計它有機會是走一個 Ending Darganau 所以它這裡C3之後 它有一個A,B,C上去,這個C4 會是跟C1重疊的 到時再走一個C5 那就做完整個條整,就會上去 那暫時就是這樣 後面就是這樣走勢的看法 看看,看看上定指數 看看上定指數的日線圖 那看到它的反彈做了陽,陰陽 那如果在那個5小時圖看 它應該就轉緊向了 因為它是陽,陰陽,收分陰燭 那就是這裡一個反彈A,B,C 有機會就做完了,就會開始掉下去 那它反彈也不足夠 就是不足夠,0.5,3,8,2 那 那 A,B 那準備走一個C 那 那有這個 調整未完成的看法呢 就主要因為它那個日線的MACD太高了 覺得在這些位置,再直接衝上去就不是太合理了 那就似乎是需要再調整低一點 那才有空間去上去的 那所以就 純粹就按 就是純粹跟回我日線的MACD 的一個位置 覺得它是比較高 那就似乎是 需要做回多一重的調整才再上 那大家看標普500指數 那看看標普500指數 看到它是 調整 去到1比1的 看到日線 那 那昨天就說到 它的調整 有機會去到1比 日線圖 跟前面的調整浪 1比1的比例 或者是1.618的比例 那看到它去到1比1的比例 馬上又有一個反彈 那它在日線圖 這個調整浪 比例1比1 就是 也都是個MACD浪 之間的比例 那看到這個MACD 都比較高 所以這次是 還可以下的 就是還有空間 看到位 如果是這樣 其實這個可能 只不過是 短線的一個反彈 就是1比1 這個位置 就做一個短線反彈 彈完之後 再落下面那個 1比1.618這個位 那看到是 5,720這些位 那除了日線圖 的浪與浪之間 有比例的關係 它那個 4小時圖 也有的 那但是這個呢 就是這樣 量度 A 即假設它是這樣 ABC 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這樣 ABC 如果真的是這樣 或者其實是一個WXY 都可以的 因為看到它這裏 下去就未必有一個 五浪結構 那就是這裡 是行一個 二重三 WXY 那 就 叫做 4小時圖 也有比例的關係 看到是 那個Y 是那個W的1.618倍 那 所以日線 或者4小時圖 都量到這個支持位 出來 然後它就反彈上去 看到是1比1的位 那 那 這裏 有 首先 首先它暫時 這個位 沒有跟這個位 重疊 那會不會 這裡是走 會不會 這裡是走 1 2 3 4 5 那是一個跌浪的開始 那 如果這個浪 是跟這個浪有關係 即是一個WXY的關係 它其實就會再升穿頂 那 爭就會不會有個 SS 還有有個Y 有個Z 才會再上 那 但是 是不是 也都比較難知道 究竟在這裏 是不是有關係 這個浪 會不會是同一組浪 也都比較難知道 那 暫時要觀察著它反彈上去的形態 這個反彈 看它形態上是怎樣做的 那 暫時見到 它就是 它疑似做了一個五浪的結構 看到是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那 所以應該呢 都會先做一個回套 那 就比較利好了 因為它是五浪的結構 的話 它有機會是 最起碼有個B和C 先 甚至乎這裏 是有機會走近的先浪 也可以 那 所以要留意了 它 調整完下來 它會再有個高位 可以先的 可能就調整一半吧 調整一半吧 那 再出個C 再下 那 那 因為之前呢 月線圖就說到 它會不會有個 夾住了一個 五的一個轉折數呢 就是說 它很多時候都是 陰竹和陰竹之間 它是 有 一個 Fibonacci數值的 這麼多的數目的 竹在這裡 就是說這裡 夾住五支羊竹 就是說 陰竹和陰竹之間 就夾住五支羊竹 那 前面也是 這裡 陰竹和陰竹之間 就夾住了五支羊竹 那 所以這裡會不會 今個月是最後做了一支 陰竹出來呢 也有可能 那就 看看 但是如果 根據 周線圖呢 它的形態上 有點像是 在走 四的 就算它是 今個禮拜 收陰竹也好 它這裡會不會是 1 2 3 4 那 這個也 也 不排除 暫時只能夠說 它如果1比1的位置沒有失守呢 就 未必 未必會去1.618 看到1比1的這個位置呢 它如果失守呢 這樣才大機會是去1.618 如果不是呢 就 很難咬它一定會去得到 即未必會去到的 現在呢 因為它站得穩 所以它未必會去到的 甚至乎剛剛所說呢 它這個反彈是有個五浪結構呢 它可能 甚至乎 有可能是 又會是準備 再破這個頂 都有可能 尤其是它 是上來這裡呢 裡面是似是有個五浪結構 在這裡 在這裡 那 那 那 或者 那 那 那 送回昨天 那 那个YouTube数的浪,假设这个位置是由这个位置开始数的,就是跌浪是由这个位置开始的,而不是由这个位置开始调整的,如果是由这个位置开始调整呢,它昨天的数法就会是这样的,就会是A,B, 然后是C1,C2,C3,C4,C5,这样才完成C的,如果按照昨天的数法就是这样,当然如果这个C4是同C1重叠,那就排除了,排除了,还有多一下的,所以看到它因为刚刚是A,B,然后在这个位置,C1,C2,C3,C4,C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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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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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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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6 到時就有機會是有反彈朗或者甚至是升穿這個頂 所以暫時關鍵都要看著這個位置會不會升穿 如果這位升穿可能就要是真的 在這裡正在升浪上去 都要觀察這個位置 看看納子的四小事圖 昨天說到這裡走1,2,3,4,5,所以是個A 之後這個是個B 昨晚就有個C C就好像是到了比例位 好像是1比1,看看是否 對,到1比1有支持 在這裡是否需要做個五浪結構呢? 或者看看裡面 因為如果它真的A,B,C C 也要看看它是否出了五浪結構 有或者可以先假設 先量量量一下,它這裡假設是個二浪呢 這裡會不會是四浪呢? 看到已經通過了 比例呢 就超過了二浪的三倍 這個不是四浪,這個不是四浪的話,四浪應該就是裏面做了,1,2,3,4,5,就是A,B,C做完的 就是說,這裏完成了一組浪,A,B,C完成了一組浪 那差在就是,究竟它是不是開始上升浪了,還是它是A,B,C呢 要做一下反彈,然後再走一組再上升,甚至乎它會不會是走1,2,也不是不行的,3,3,3,1,3,2,3,3,4,3,5 這就是這只差3,5,簡單说,結構 SY,右上升幅之後再是C3,就是說可以 這個數據、A,B,B,C18,4,4,12,4,4,48,3,4,,C87的 這就是剛才 decía,B是又要見到這個切割上升幅是招幅聲地有接以常,現在是敛工的 看見它跟標榜白指數一樣,都像是有的 看見都是1,2,3,4,5的 它的4看見也沒有跟我1重疊 也都像的 它現在有機會在走A,B,C,就完成了 第一個可能性是1,2,3,4,5 第二個可能性是在這裡走一個S浪反彈 A,B,C,再走一個A,B,C,再上 日線中了MA,看見跌穿了一條34MA 這樣就有支持 但這些MA有時候可以造成一個大浪的轉向 也有時候只不過是短線的反彈也有機會 這樣 要留意的就是美股是55轉折的月線 看看道指 看看道指的月線圖 看見由這個低位 由這個低位 就是上升了55個月 那就有機會有 就是有獲利盤 譬如有些長線投資者 他拿著55個月之後 他獲利 有機會就會有調整 即是第55個月出高位 第56個月會不會有機會出高位 也有可能的 但當然不是一定 但第56個月通常是收音足 即11月份大機會收音足 11月份升多少點 也有大機會跌多少點 即是會不會下個月會不會大升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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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排除的 但如果根據時間周期生效它下個月會下跌多少 例如下個月升到45,000 可能全部都掉下來,變成一支陰燭 如果根據時間周期的看法就是這樣 時間周期有大部份情況會生效,但有時都未必生效,所以就看信不信 有趨向性,下個月是趨向收陰燭 還是今個月就已經見到頂位,也不排除 是不是真的見到頂位,要在高位下跌5個浪落 暫時呢,因為暫時之前就數到一個平台浪,A,B,C 如果是這樣,可能下個月有機會有高位 如果是A,B,C就可能衝上去 之後呢,再真的見到頂位,再回落 看看導致的 比例 這個調整頂的比例 看到它去到1比1.118 並且收了在下面,會不會去到2.118呢? 這個調整頂的比例 這個是4小時圖的看法 看看日線圖的看法 日線圖的量度 根據日線圖的量度呢 它是去到1比1 但是它這支B 還未收 收不收到在上面呢 也難說 如果收不到呢 它下個位就是 41981 但也要看這支B 收成怎樣 先做到判斷的 但如果這裡真的是一個平台浪 A,B,C 那它就應該是C1,C2,C3,C4,C5 即是可能猜一下 如果是 如果這裡是五浪結構 它是猜一下 但如果是A,B,C也可能是猜一下 看到A,B,C1,C2,C3,C4,C5 因為這裡比較難說 究竟是否1,2,3,4,5 還是中間可能是 有些小浪 小浪縮起來都不行 譬如這裡是1,2,3,4,5 又有沒有可能呢 那就是說 似乎兩個的數法 似乎要破一次底 那如果要破一次底 那就是這個反彈浪 這裡彈上去的反彈浪 看看它是否有一個 是不是反彈浪 如果是呢 似乎要破一次底 再上去 那看到它 你看到這裡比較久了 時間上比較久了 那就像是一些B浪 如果這個是 下跌的2 那就比較 比較不像 2浪 2浪是9倍 最多是1浪9倍 那這裡是2支巴 2乘9是18 那這裡已經超過了18 那這裡呢 1 2應該就不對了 但是也要看它這裡的高位 那高位是這裡 那 量度一下時間 23 那就過了 所以這裡應該可以排除了 排除這個是1,2 3 那這個是排除 排除了 那就是這裡這個 調整 時間那麼長 調整呢 有機會是個B浪 就是這裡上去是A B 然後去C 那這裡 那這裡裡面的浪呢 比較難數 那可以用另一些方法判斷 譬如說 4小時圖 它收了在那條 89MA下面 那它應該下一條呢 就是它試144的 那用其他方法去判斷 就可能會比較容易 144它都收了在下面 那下條就是233 那就是說 那就是 除非它收回在上面 那 暫時看到都沒有 這裡陰竹陰竹 陽竹 它都收不到在上面 那 那如果 收回在上面 那上面 收市 那 上一枝巴 的頂 最高位 以上收市 那才有機會是一些比較利好的訊號 那才有機會是轉圈上去 那到時又未必會破回這個底 所以暫時呢 都覺得是 大機會是破多次這個底 那才轉上去 那 那 因為這裡 粗略這樣數呢 是一個 陰陽 陰陽 那還測一下陰陽 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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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陰 那就下跌五浪結構 尤其是它這個 它不是跌浪的 開頭 在這裡 它是中間位置 通常是A B C C C就要是五浪結構 或者1 2 3 亦都是要五浪結構 那 所以都比較大機會是跌穿這個底先 再上 那 那 道指就是這樣的看法 那 看看 看看 黃金的走勢 那 看看黃金的四小事圖 那 那 之前是這個位置 走了 1 2 3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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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究竟会不会这个是复杂的4浪呢 因为 将3浪的0.382和4浪比较,刚刚好0.382 昨晚的调整 就是去到3浪的 0.382,这个比较像是4浪 比较像是4浪 另外就是 看到IG客户的仓位也是加多了,就是看好,在这些位置 比较多人看好 接着就是 他除了 这个4和3之间有 比较明显的 比例关系之外 2和4也有些比较合理的 关系的 比例的 刚刚好1比1.618 即是4浪 是2浪的1.618倍 所以这个位置 4浪的机会都比较大 因为他 无论是跟3浪比较,还是跟2浪比较 都去到一些比较普遍的 4浪的特质 4浪的特质 所以呢 就应该似是还有下5浪 如果还有下5浪呢 那就可以量度到 可以量度到5浪去到哪里的 有机会 那将1浪和5浪比较 看到就是2771 所以他有机会去到2771那些位置 再做调整 到时就是12345 才在这些位置行过 ABC调整 所以暂时 先看着2771 看看原油的走势 看看原油的日线图 看到他就继续在做反弹 即是他曾经两天前 去到 反弹的0.382那些位置 跟着有少少 阻力在这里 回一回 但回完之后呢 他最后都是有支持 又再收回阳烛 那就似是会再反弹高点 有机会反弹去 看到他反弹去0.382 又 转回跌的 跌就跌到0.236 但是有支持就转回 现在有机会就 因为他 0.236 只要我说他有机会再试回0.382 到他真的站稳0.382 才打机会是 直接判断都可以的 直接是 判断他反弹一半 因为通常50% 都是一些比较普遍的反弹比例 直接可以判断他反弹一半 反弹一半之后才再下去 可以是这样的看法 除非他现在收起了0.236 下面 因为他曾经站稳 所以如果他 失手 失手的打机会转回跌 如果没有失手 也有机会去买0.5 那些位置 我看到是 73.13 就是这个浪 这个浪要反弹50% 那才继续跌 那就看看 这 一看 美元 美元 日线图 浪 时间上 在21轉折也沒有生效,似乎是比較強勢,但是形態上就像是走到1,2,3,4,5,接近是5的位置 所以這些位置都要小心留意隨時會有機會轉做調整,甚至是破底的 但也要等日線收一支音竹才能確認,如果日線沒有收音竹,它有機會再反彈高一點 去到周線的0.764的位置 這個星期會站穩到0.618,然後站穩到0.618的位置 看到是104.7的位置 可能下個星期會不會再回一回,再試試看0.618的位置 然後再在0.764的位置轉去 有機會是這樣,因為它周線的反彈都是陽、陰、陽 所以要等周線收音竹才能確認它是反彈 如果要早一點知道,就是要日線收音竹 但日線收音竹也未必太可靠 只不過是如果它真的轉跌的話,可能會快一點知道 如果周線收音竹就會比較明確一點的訊號 就是確實一點 看看4小時圖,當然也可以留意它的小時圖 昨天說到它這裏上去,如果收在萬線下面,34MA,就會比較差 就是一個初步的轉跌的訊號,如果是收在萬線下面 那會不會稍後跌穿一下,馬上就有支持,再破頂也有可能 所以要留意是要收穿在下面才會比較離淡 就是收市要少蝕號,收在34MA下面才會比較離淡 暫時未收的,暫時未收在下面 那4小時圖,看到有個... 4小時圖 那它曾經上去的時候就收過一次,但都是收一支 收了在34MA下面 那收一次,如果多收一次就差了,所以可以留意4小時圖 收一次,收多一次通常真的會轉向 所以可以留意4小時圖的34MA 如果它沒有收到4小時圖的34MA下面,可能會再破頂也不頂 因為它這個星期可能會是騎穩到0.618 騎穩到這個retracement的0.618 所以可能會回一點也會有的 騎穩到之後,下個星期回一回之後再上0.764 會不會再有一個高位了 我會比較多一通常 那裡有最後的收到4小時圖 有幾個追蹤單曲的1頁 所以不至於刻至微碰1頁 很多對1頁 如果使用實際上看到1頁 還要有機會 下星期是這樣 但看到他日線的MACD來看 他現在這個位置應該屬於一個相對高位 即是說就算他再有多下高位 他後面也還有低位 即是對於後面這些時間來說 他現在是屬於高位 但會不會再上多下呢 也會有少許遲 可能會再上多下 想高多一點點 去到整個Retracement的05764 才會再回 今天這條影片也拍到這裏 終於可以給一個like 訂閱Youtube 歡迎出去給朋友觀看 也可以考慮Youtube會員或者Patreon會員 明天再見 拜拜